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快信,我是天一 首先我们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电动车製造商Tesla股价近期连番急挫 连累大老板马克思失去全球首富地位 现在全球首富是世界上最大的网上零售店 亚马逊的创办人贝索斯 Tesla近期投资15亿美元比特币 而比特币市值近期急剧波动 导致Tesla的股价急舍 Tesla的股价于一月初冲破880美元 大关创新高以来,至今已经累计急错了两成 美国著名高尔夫球手老虎护士 在加州发生严重车祸 他的座家撞树后,滚到了邪波下的草地上 车头严重受损 护士一度被困车内,双脚多处受伤,情况严重 他的官方Twitter发表声明说 护士已经完成手术,目前清醒,可以回应其他人 正在医院休养,感谢各家人士的关心 美国总统拜登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周二举行首次双边会谈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与外国领导人进行双边会谈 他们就国防、贸易、气候变化等多个议题展开讨论 有学者表示,会谈传出一个消息就是 加美正在恢复到老盟友的关系 但是不是能够解决两国之间的一些关键问题 仍然有待后续具体细节和政策 安省方面,安省疫情分发小组主管退休将军希利尔今天表示 由3月15日起,80岁以上的人士 可以透过致电电话中心或者网上登记预约接种疫苗 而75岁或以上的人士可以在4月15日开始登记 而70岁或以上的人士就可以在5月15日起登记 如此类推 多伦多警队核核分局的伊途碧谷警察学院爆发疫潮 其中一处最少有32个确诊个案 爆发疫情的有8月核31分局和伊途碧谷的警察学院 警队已经抽调资源解决因为疫情引起的人手不足 但社区获得的资源不会受到影响 因应疫潮,警察学院现今已经停止个人前往接受体能训练 在疫情方面,安省今天确诊1054例,并有9名患者不知 是最近3个月来首次回落到单位数 检测数目达到了54,900个 多伦多有363例,皮尔区有186例,约克区有94例 安省政府今天宣布学生确诊人数增加89人 过去14日有517人确诊,累计总人数有5,797人 最后我们看一看多伦多和温哥华今明两日的天气情况 多伦多今日天阴,气温为零下3-6度 明天天晴,气温为零下5-0度 而温哥华今日情间多云,气温介乎于1-7度 明天多云间中有雨,气温介乎于3-7度 而在油价方面,根据本地能源业界的预测 大多伦多地区普遍汽油零售价格明天会再加一仙 上调至每公升123.9仙的一年高位